四位高中女子篮球队在这次的HBL高中篮球以及联赛中大放异彩 虽然队员们的平均身高只有159公分 是八强参赛队伍中最娇小的一队 但他们一路过关斩将势如破竹 以分组第一进入四强后 更在最激烈的冠亚军赛中 一局打败桃源的扬名高中抱回冠军 而这也是他们创队以来的第一座冠军金杯 四位高中女子篮球队一行人才不出车站 就受到校长老师及家长们的热烈欢迎 因为他们在这次的HBL高中篮球以及联赛中夺得亮眼成绩 同学们站上突胎高举奖杯好心情藏不住全写在脸上 因为他们一路走来并不容易 虽然队员们的平均身高只有159公分 是八强参赛队伍中最娇小的一队 但他们凭借着坚以信念及超强实力 一路过关斩将始如破竹 以分组第一进入四强后 更在最激烈的冠亚军赛中 一局打败桃源扬名高中抱回冠军奖杯 从去年联赛结束之后 然后我们其实就有发现我们自己的不足 然后去针对不足去训练 我觉得挺不容易的 因为其实我们在花莲的资源比较少一点 然后再来就是高中端能约的队伍也比较少 所以我们就会找比较都是社会主啊 不然都是比较多都是往外跑 然后去找队伍做进行交流 然后是累积学生的经验 其中三年级的柯宇欣同学 更是拿下助攻抄截两项MVP 成为全场的瞩目焦点 我想不到 我是就是吓一跳 我自己比赛也没有特别去看数据 我也没有特别说要去刷什么数据之类 然后就是比完赛就看到 怎么就是吓一跳 然后也很开心很感动 可以拿到这两项 因为空球外我有 就是很精准的判断力跟观察力 还有视野方面 这个我就训练很久 因为教练也是控球上来的 我也像他学习到很多控球的 就是如何去指导 说组织之类的这样 为了鼓励学弟妹 19号上午 华联市长魏佳燕 特别学长的身份重返母校 除了给予勉励 也颁证奖状及参卷 社会高中这次我们女兰 在高中组的HB6楼拿了全国冠军 我想真的是我们华联的一个荣耀 那佳燕也是四伟高中毕业的 那特地回来看看我们的学妹们 我想我们会持续的努力 为体育加油 那任何一个单向 我们如果到施工所要申请协助 我们都会尽全力的协助跟帮忙 四伟里兰 是四伟重点栽培的一个社团 那三年前 我们就积极在 把那个市内外的篮球场 重新整建充实 得到全国的冠军 也是我们队史上的一个手冠 那这是我们所有四伟人共同的荣耀 四伟高中女子篮球队在2014年成立 短短十年间获奖无数 这次更拿下创队以来的第一座冠军金杯 写下队史辉煌记录 也彻底展现华联人特有的韧性与平静 记者徐立芹欢联时报导